到林中峰樂團 大家會帶來一些不一樣的 我們分享一些不一樣的音樂 那林中峰樂團的團長蕭先生 他秉持著這個好人做好音樂 給好朋友聽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是好朋友 那我相信今天一定會有一個溫馨自然 而且誠懇的電玩 那我們就接下來請介紹給那個 我們的團長蕭先生 好 各位其他的團團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我是 林中峰樂團的主唱 是阿綠 然後我姓蕭叫蕭澤倫 阿綠說的笔名 那個 剛剛蕭說眼裡綠人寬裡待機 那個綠 旋綠的綠 然後我今天呢 這個很高興呢 就跟大家分享音樂 我本來是今天我們 我們本來是這個 要這個 要這個 全部的團員到的時候 我們才這個 我們稱自己是中方樂團 所以我今天本來是 叫自己的名字 就等一下看到很多我自己的介紹 那我左邊這一位是這個 我們今天 特別的這個 國樂部分 他會這個 給大家帶來很大的享受 這一位 這位姓梁叫梁成忠 給他掌聲 這個是也是非常 偉才的一位這個 國內這個 非常少見的這個 國樂的這個器材 那我們這個組合呢 我們常常就是到外面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演出 台灣各地我們都會去唱 大到這個 國家音樂廳前面的大廣場 那小到這個 某一個社區的廟頭 廟城的可能是這種樹下 我們也會去唱這樣子 所以我們 大概我們台灣各地 從北到南 從基隆到 某廟體我們都去過了 那我們在今天呢 我們會有一些曲子 會來做一些演出 那在演出之前 稍微小小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這部分 再請大家 這個多多包含一下 來看一下 我說這個今天我們要來做的一個主題 叫來自迷途的溫柔歌聲 是 2012年幸福歌星者 蕭哲倫自然聊唱會 好 這個故名思義 就看到我的本名蕭哲倫 那我稱自己叫幸福歌星者 為什麼叫幸福歌星者 你們知道 我們今天好像 社大社沒有準備一些禮物 人家有講真的 我們這個 能夠 答對我們的題目的話 我們會有講評好不好 好 為什麼叫幸福歌星者 好 那這位大姐說得很好 那這位大姐說得很好 這個 做一個幸福的人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名字到處去唱歌 到處去騙詩騙 啊不是啊 就是到處去分享音樂這樣子 好 所以今天就來到貴寶地這樣 大安社大 我們看到來自泥土的溫柔歌聲 然後上面有一張那個很輕的一個少年啦 腳踩在那個非常乾淨的那個田沟的水裡面 好 這位不要懷疑就是我 是因為眼鏡的關係所以不太像 然後那一陣子有剛好去拉了皮 所以 都沒有人笑 看起來很像年輕沒有錯啦 就是 事實上是 我可能是 心裡面是年輕的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 是不是個人簡介 你看每一張都要拍得很帥嘛 然後這個是在泰安那邊啦 泰安就是那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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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泰安 我這張父親 然後 不小心看到一棵大龍樹 很漂亮 就跑到那個樹上去拍一張 那其實那一棵大龍樹就在一個土 一座土地公廟旁邊 然後他下面就是 我的腳下就是一堆這個 當地的那些 大垃圾 乱大垃圾的地方這樣子 可是 拍不到那個垃圾就覺得這個 應該是在某座非常 有意思的叢林裡面拍的這樣子 好 這照相有時候會變得 第二張照片要說的是這個事情 我的聲音 有難以願意的穿透力 溫柔誠懇自然 好 這記得這三件事 你會聽到很溫柔的歌聲 好 看我們兩個表情都知道我們是很誠懇的人 好 今天我們很自然好不好 就是 你腳可以翹到對 你前面的人的肩膀上面沒有關係 我會介意 好下一張 好 我是一個詞曲創作人 寫歌唱歌 我家住在彰化社頭 有沒有彰化的朋友 舉手看一下 有沒有 全部都在地人嗎 有沒有出過阿姨嗎 哪邊的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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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部的嘛 齁 齁 正在想辦法回家的老孩子 齁 齁 我就在台北待了十年啦 工作十年這樣 那現在 現在我家在彰化 那我把老婆跟小孩都把他彰化了 所以就兩邊跑跑去這樣 上來 上來工作這樣 然後 做追逐自己的夢想 所以 雖然想要回家 可是 在台北這邊的很多事情 我就 還是放不下 所以就兩邊跑這樣 好 我有兩個小孩 兩個大 兩個女兒 大 大的女兒已經 大女兒已經快要上小學了 明年就要上小學 大家都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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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我是一個蒙特索莉老師 有沒有知道蒙特索莉是什麼 雙語的幼稚園 雙語的幼稚園 有沒有別的想法 聽過蒙特索莉的情緒雙 不是嗎 手放下 覺得蒙特索莉是雙語樂資源的情緒雙 不是嗎 手放下 蒙特索莉是一種教育模式 他就 他不是體制的教育 不是我們現在現行體制裡面的一個教育模式 但是他 他在國際 他是很盛行的一種教育法 那 像 美國 或者說 在歐洲 他們甚至有到 我們這時候一個高中或者是大學 這樣的學制可以有這樣的學校 那我是一個這樣的導師 然後我在 前面的十年的時間 我大概 我有五年的時間 是在柯特索莉的 幼稚園的教室裡面 帶上的 那個 那個幼稚園呢 不是 我這裡還沒有寫說 我是 我去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畢業 我是學油畫 學油畫 然後又跑去 學彭特索莉的幼教 去義大利學了英尼 那個地方是彭特索莉女士的故鄉 我們去那邊取經 那回來就開始帶小孩 那個帶小孩不是那個 美術教育喔 美術教育就是 裡面上一堂課 兩堂課 那個就離開了 不是 那是早上 八點鐘到晚上六點鐘 那種 然後帶小孩 你知道 沒辦法休息 那不是你一分鐘 可以在那邊放生 不是 那是你要全神關注 一直看著小孩 那種工作 好 對然後 2001年的時候 不小心得到 取獎這樣子 好 最佳作詞人 就 比較僥心一點 好 然後這個 傻人樂團 很召集人 那是一個 一個想法 就想要做一些傻事這樣子 所以 一直想要召集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性質的一個樂團 可是 不太容易 想要一起做傻事的不多這樣 好 就 現在在 文科學弟的實驗小學 你知道現在有在家教育嗎 在這樣的一個模式的實驗小學裡面當老師 當然現在沒有辦法全職啊 那 那 對 我在台藝大 當過簽證講師 然後 之前台隊有本聖大 講過講師 去過 詩欽那題 寫過誘教 對 那時候是拿 教育授試 做很多 方向不太一樣的事情 好 那 不過本質上我就是一個初愛的孩子這樣 那 我們之前有樂團有很多的專輯的發行這樣 那在去年底 去年的十月底 我個人有一張專輯的發行 如果等一下大家對我的音樂有喜歡的話呢 可以私底下來找我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就有一些 有了一些音樂獎項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有一些演出的經歷這樣 反正這個都是要拿出來嚇人 對 錯過的事就是要拿出來這樣 好 就這樣這樣 好 好 下一張 要唱歌 哇 一首歌呢 歌聲自我介紹一下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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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